2019年 新中国已经成立70周年了 现在活在当下美好的时代 享受着安慰舒适 目睹着科技的发展 感受着社会的温暖 不仅联想 70年前 究竟是什么样的 于是今天 突发奇想 拿起本子 写了寄给70年前的一个笔记 我想跟他对话 也迫切地想要告诉他 70年能带来这么巨大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70年前的你 我在2019年 在快速流失的时光里 我想静下来跟你对话 其实你啊 那是25567天 61万3000多个小时 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事 数不胜数 现代发展 最多表现在交通上 我想 你那边可能只有马 或者马车 我们现在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 统统都有 我们有庞大的鸟 它可以带上很多人的路 飞上天 树上营销 它让距离缩短 让时间之前 它实现了人们 到处走走的梦 出行出国 都是分分重的事 我们还有大虫 是地上爬的绿皮 提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之后 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了很多 几乎家家都有 小快跑 不知道这样的生活 你们能否想象得到 是否像我 除了马车 蒙古包 脑海里 再也浮现不出 别的场景一样 完全想象不出 七十年后的生活 对了 还要给你介绍一个 重要的东西 我们乘坐的飞机票 就是用它来买的 不可思议吧 它呢 叫做手机 它其实刚开始 只是一个通讯的工具 无论多远 只要打个电话 就能听到彼此的声音 不用写信 再等上十天半个月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我虽然年纪不大 但也一直见证着 它的变革 从起初 只能听到声音 到后来 能看到彼此 实时的交流 从只是联络工具 到现在 越来越智能化 没有了当初 欧吐不平的按键 屏幕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越来越清晰 它可以代替相机 钱包 信封 店铺 字典 日历 很多很多 你能想象得到的 它几乎 可以全部完成 我们现在 人手一个 因为一直 低着头摇 它也会被称为 是低头足 但说真的 我们离不开它 它是这些年 科技发展中 不可忽略的成绩 我们甚至 足不出户 单单通过它 就可以看到 世界各地 也可以发现 地球 第一个角落里的 人和事物 想跟你描述的 还有很多很多 但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让时光 倒流 也无法穿越到过去 但我相信 当时的你 也是幸福的 我们有了属于 我们自己的国家 爱护我们 保护我们的 祖国母亲 我们会越来越好 所以希望你是 怀有梦想的 最初的 模样 这些人 我们的 心爱抵护 千爱护 天然 有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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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